大家都那個時候 那東南亞因為他們賭博也是一樣 所以東南亞也是佛像也是有亂丟 那比較特別是我一個泰國的朋友 關係還不錯 然後有一次我去就打電話給 打電話沒人接 那過幾天就一群導遊 我們林隊在喝酒的時候問他說 那個誰怎麼電話都不接 啊 你怎麼 他死了啊 之前我要去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還好好的 怎麼死了 他就說 然後我那個朋友他就是在路上 然後帶團的時候 看到那個風景區有個佛像很漂亮 被丟在路邊很漂亮 他覺得他本身是信佛的人 他就說這個佛像丟在這裡很可惜 那要不然這樣我就把他帶回家供奉 結果帶回家供奉之後呢 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他帶團走在路上 結果那個泰國不是那種嘟嘟車 人力摩托車 爆胎衝上去把他撞死 我就問說他怎麼 爆胎會這樣 他說後來他們家人 因為他們家姓佛有去問師父 問泰國那個他們那些大師 他說因為你撿那個佛像 那個佛像本身被人家 他本身還有神在裡面 那被丟棄之後他心有不甘 你我沒對不起你把我丟掉 所以他心 他說那個佛像裡面那個東西 已經心性轉化成魔 看到人就不舒服 然後他當然去找一個食運最低的 他跟我這個朋友那一陣子 食運真的又很低 就被他找到當 他為什麼不去找丟他的那個人 沒有 他就是 因為他也找不到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就是找到 就是像向老師撿的 丟的沒事 撿的有事 重點是後來我朋友跟我講 那個佛像撿到的時候 是斷了一根腳趾頭的 我朋友在 我那個朋友車禍過世之後 他在驗屍的時候 他的同一個位置的腳趾頭不見了 現場找不到那根腳趾頭 如果是一般的神像 真的有安神的 那個神像 當他裂開 斷掉 那其實神就退掉 OK 那東南亞的地方的時候 有時候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他有時候他的神 不是正式的神 所以有時候他是其他 他們有時候拜的不一定 你看到是神像 有時候不一定是神像 因為我遇過 我遇過他家裡頭好幾尊 都一模一樣的 然後後來一問 我說不對 你這東西裡面都不是神 然後他跟我講 沒有 那個是他的爸爸 那個阿公 真的喔 真的 那個是一個老師教他的 把他們家裡頭 往生者通通都雕刻成那個神像 放在那邊拜 然後那當然你說 類似這種東西 這樣好嗎 當然不好 對啊 那房子一進去就很陰 而且我必須這樣講 有一些像 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時候 他可能裂開之後 像東南亞的地方有一些神 他不是真正的神 像比如說他有一種鱷魚神 然後拜的是 比如說有生的那個雞 或那個 有一些雖然是神的樣子 他可能是養小鬼放在裡頭 就像他有一種娃娃 你看起來很可愛的娃娃 其實裡面他也不是神 也是一些靈在裡頭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可能這樣講 中國有一種方式 就是把厄運鑽給別人 像駕金蚕 以前養什麼金蚕骨有沒有聽過 你養到最後 你後來受不了的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他每年都要 你要供奉他 供奉到最後 我賺的都不夠 不夠供奉他的時候 他們就要駕金蚕 準備一些錢 然後把他包起來之後 放在路邊 給下一個人撿走 可是撿走那個人會倒霉 但是這個人就脫離這個厄運 通常把厄運轉嫁給別人 OK 其實曾經有過一個例子就是 這個人的話他就是轉嫁 轉嫁 結果到最後呢 有一天他帶著他 他忘記這件事情 他帶著小孩 就經過那個地方 小孩看 爸爸那裡有個包包 然後他來不及住 小孩就把那包包拿起來 打開來 然後他一看嚇到了 你問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當年他丟的 就是轉嫁轉嫁轉嫁 最後又回來被他兒子撿到 走回來 然後後來當天晚上他那個法師就爆鼻 所以其實以前我剛才講 為什麼轉嫁 下一個撿到的影響會比較大 是因為他把厄運轉嫁給別人 他約恨的時候 這約恨沒有地方發現 他當然是給 發洩在下一個撿到他的人身上 OK 老師你那個桌上有擺 那是串 好 其實有時候我們這樣講 我們可能去撿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 看起來很漂亮 你有時候就是因為他看起來不錯 很漂亮 當然才會撿 所以就把它撿起來 那像這個 那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人他就拿回去之後 他覺得這很漂亮 但他手上看起來就很精緻 好像是那個佛珠 念珠 一百八顆 其實這個不止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當初他為什麼會找我去處理 是因為他覺得他家裡頭 從那個之後他一直覺得很奇怪 然後一直有奇怪的感覺跟聲音 然後常常就生病 後來我去他家的時候 其實在遠遠的 比如說那邊櫃子 我一看我昨天 我就看一下 我說你這個裡面有東西 後來一進去就看到這一串 然後看到這一串的時候 我說你這個從哪裡來的 他說沒有就撿回來的 看到覺得這個比較漂亮 那他撿到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個 這個可能是什麼東西雕的 他都並不清楚 後來跟他說這不是別的東西雕的 它也不是玉 它其實是人的骨頭 他說這什麼骨頭 我們小指頭的骨頭 那因為我們以前有很多的佛 我們的佛教他有一些密宗的部分 他們會把他的身體的部分拿來做法器 所以他把小指骨磨好以後串成一整串 還有一種就是比較大片一點的 一片片的 眉心骨這個地方 眉心骨 108顆 那這個比較大一點 這是另外一個人的 其實他是我們拇指這種 這種比較粗的指節的骨頭 然後來也是發生一些問題 如果真的是高生的這個骨頭 那他做成法器以後 那當然沒有問題 對 問題就是因為後來很多人想要 那有一些不肖人士 他就去怎麼辦呢 就只好去挖人家的那個木 拿他那個骨頭出來 磨成那個 反正你也分不出來 你怎麼知道這個是高生 這個不是高生 然後當然他高價賣出去 他就 人家拿到前面那個人 家裡頭發生事情 丟掉了 結果他又去把他撿回來 然後就變成他不舒服 那這樣您那一串 要有多少小趾骨 才能夠串成那樣 我就說我的小趾這麼長 你看這個算錢要幾個人 對啊 所以這種東西也是不要隨便撿 因為你不知道他裡面 到底會是什麼一些狀況 香港電影那什麼人皮燈籠 或什麼那些 還有人會用皮去做 不管骨或所有這些 這是不是也會有一些 什麼樣離奇異的東西 好 因為以前有一些髮器 他其實都是用人的 一些身體的器具去做 對 比如說 你看到有一種他骨棒 他其實不是我們 一般打骨的骨棒 他其實他是人的大腿骨 其實他一般是要 法師的大腿骨 才可以拿來做髮器 那還有一種就是 我記得因為有一次他 人家希望我幫他處理 那個東西是這樣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骨 很小就兩隻手這樣子 這麼大 我一看的時候我說這個 我沒有辦法幫你 他說為什麼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他說不知道 我說這是人皮骨 那不是普通的骨 我說這個是以前娶小孩子 比如說他12歲以下的幼童 正式獻祭以後 這兩個頭蓋骨是兩個人 一個是男的同男 一個是同女 娶他的頭蓋骨 然後再把他的皮封在上面 然後經過處理念咒之後 這個才會成為髮器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那個 以前有個電影以後 就什麼金彈骨 他不是拿一個骨 他一拍那個人就會痛嗎 對 其實就跟那個類似 那一層皮膜 就是人的身體的皮膜 他說那老師你幫我收下來 我說不要 因為這個收下來之後 這個以後變成我長期要供他 就會比較麻煩 OK 老師講好像劉童他們演的那個 《如來神掌》 對 好像是那部電影裡面有那個骨 這樣敲一敲 那個就會作怪 可是剛剛講的是 有很多東西不要隨便丟 不要隨便解 可是也有很多東西 不要隨便買 什麼 你平常講出國只要看到 稀奇古怪的 尤其你如果去東南亞的 或中南美洲一些地方 你就會特別喜歡買一些稀奇古怪 但這些東西真的不要隨便買 真的不能隨便買 我有一個客人他當時候去 也是太古 他就是在路邊小攤販看到一個 一塊牌子 然後裡面有個佛像 然後又彩色的很漂亮 一般去泰國 要嘛就是買什麼鱷魚皮包 買這些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買一個小佛像回去 把它供著 有一個紀念性 表示我來過泰國 那個東西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佛牌 他也沒有處理 他就是把它買回去 把它放在那裡 也沒有供 就是放在那裡 那大概隔了兩三個月之後 他開始就是每天 他家人就發現 他這個人不對勁 他每天就是對著那個佛牌講話 那個牌子擺在這裡 他就每天對著他講話 就有對話那個感覺 那每天幾乎 只要他清醒的時候 就是做這件事情 工作也丟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 甚至他最後跟他家人講說 他要去泰國 他要去常駐泰國 他要去修行 那家人發現不對 就請老師來處理 結果一查之後才發現 這個佛牌 不是正統由廟裡面 師父所加持出來的佛牌 是原來他是有主人的 然後掉了 掉到地上 然後被攤販剪 他覺得還滿漂亮的 就拿出來擺在路邊攤 騙觀光客 就賣給觀光客 他說佛牌會認主 別人還不能碰 你要碰還要用功勤的 那 這個主呢 也就是新的換主人之後呢 佛牌認為說 你偷了我 是你偷了我 你不是我原來的主人 所以 我就把你拉來跟我 在一起 以後去保護 原來的主人 所以他就 後來是老師處理 把佛牌整個就是 他是用紅布把它封起來 先把眼睛整個紅布包起來之後 然後 最後是整個化掉 整個燒掉 這一個人才 慢慢的恢復 不是一下子就清醒 他就慢慢的恢復 但是 他說剛剛化掉的時候 那個人也是跟行屍走路一樣 就是 就是 至少不會每天對話 至少不會每天對話 就是說在國外買東西 要很小心 不要去買到像這種事 人家丟掉 至少你要買佛牌去廟裡面賣 所以覺得佛牌 一般講的佛牌是 像東南亞的佛牌 是就一個牌上面有佛像的嗎 他有很多種 像剛才講的老師說 那個娃娃很可愛那個 那個叫古曼童 你要看那個佛牌是掛哪裡 如果是掛胸口以上 那屬於正佛牌 像 像四面佛這一些 那他們有一種是鷹牌 就像九尾壺這些 他是掛在底下的 甚至他們還有一種叫古曼尤 他在佛牌上面會賞一型古曼尤 OK 古曼尤是什麼意思 他們說是小孩子過世之後 所提煉出來 從他身上提煉出來那個屍油 然後加一點香精 他說那個會招人員 所以有很多人 就去買那些東西回來 那不是全部只有佛像 他就是有狐狸有蜘蛛 然後有蜈蜈 各種都有 對